政府常立输入后翼索赔事件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 全面探讨输入苏丹后翼索赔事宜 首相主国会及法律事务部长 拉杜斯利·望朱乃迪指出 特委会正在探讨我国政府 在西班牙和法国法院引用的法律条文 部长也强调 马德里·高婷已经取消 西班牙仲裁员斯丹帕的任命 以及他做出有关管辖权的部分裁决 我国政府也获得法国法院批准 暂缓执行最终裁决 为了国家和国土安全 政府会确保赢下庭案 捍卫沙巴主权 首相署国会及法律事务部长 望朱乃迪今天发文告指出 苏陆后翼索赔事件特委会 在这个月3号召开了第一场会议 商讨苏陆苏丹后翼索赔事宜 包括我国政府 在西班牙和法国法院引用的法律条文 以及我国每年支付苏陆后翼 5300美元的协议 部长指出 今年2月28号的最终裁决 没有提及苏陆苏丹后翼 索取沙巴主权事宜 马德里·高婷也在去年的6月29号 取消了西班牙仲裁员斯丹帕的委任 因此他在2020年5月25号做出有关管辖权的部分裁决 自动无效 我国政府曾经申请取消和暂缓执行停令 并在去年12月16号获得法国法院批准暂缓 今年2月28号也再次先后向法国法院申请撤销和暂缓执行最终裁决 法院在7月12号批准暂缓执行 望周乃迪强调 政府致力解决这场危机 因此成立特委会以最好的策略应对 为了国家和国土安全 政府会确保赢下这宗停案 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 政府有信心现有的行动和策略将会带来正面效果